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現在我感覺世界宗教都在慢慢把這種外衣要慢慢脫去 但是我在打破他們過去的時候 你信我才得救你 只有信我這個教你才能夠所謂永生 他們也在打破這種東西 我覺得這包括其實你說到了佛江很高的境界 說佛罵主 其實在道的場面是相互的 所以無論如是道遠好 你說的很多 我覺得他將來可能也是慢慢的要把宗教的外移去養 其實所有的修習修道最後全部去掉了 你不去掉你是不可能領悟宗教的最核心的東西 所有道的核心 每一個進入到核心的位置的人已經把外衣脫去了 但是這些外衣有沒有用呢 有 就是說我覺得它保留下來是有用的 保留就是說任何核心的東西 道核心的東西是沒有辦法去說出來 就是到最後接觸到道核心東西的時候 它一定要有一個形式在這個世界流傳 所有的外衣都是流傳的 都是一個形式一個模式 當你看到這些形式的時候 你會想到你會去介入 你會進入核心 沒有一個外在的外在的殼子啊 一個衣子 就是說就像佛法身是佛學的佛法身 這個看到寺院看到佛像看到什麼 我們會想到佛法的精神跟裡面的東西 它是一個傳承 否則這個核心拿什麼來傳呢 它是個 甚至有時候它是個 這就像 這就像皇上的上方寶劍 那個上方寶劍代表皇上嗎 連皇上拔起來 跟皇上怎麼能長得像呢 一個上方寶劍 但是到寶劍到達的時候 它是一個代表著皇上的一切的 包含在裡面的權勢 地位它的威嚴等等等等 那其實所有的形式模式也是 你通過這個裡面 進入到宗教的實質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撥不去這個外衣的話 你沒有人走入內在 而且我們現在更多的人 最主要是更多的人開始關注核心了 已經不再被外衣迷了 就是說很多的人 因為在進入網絡時代 人們的智慧已經 就算這個時代人們的進化 他的智慧的開啟打開的層面 已經開始不再被外衣說明了 不再說誰造了我了 上帝造了我還是什麼 他不再被迷在這種外向上 他一定要 一旦他去學習 他一定要探索最內在的核心 他去扣個頭也得知道 這個頭值得不值得扣 我為什麼要扣 我為什麼要扣 我為什麼要扣下來 他會去探索 那個時候一定會走入核心 所以形式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並沒有什麼影響 並沒有什麼影響 而是越來越智慧的人 一定會看透這些東西 不被他迷惑的 首先以後反而是真正的那些 那些真正的學佛學 假如說你到了最高的 就是說你解脫以後 你翻過來再看這種形式的話 反而覺得也不只是說 從借助啊 或者是從形式 看到他形式上的美 留在這個世界 給人的那種莊嚴 一個寺院的莊嚴 或者是一個佛法神 甚至他穿的那個衣服啊 到他不棄的頭 都視線的那些像 看到一個這個世界 視線的 就從那個角度去看這些東西了 也會無所謂他存在 是什麼有一定要代表什麼意義啊 什麼的 就只是個模式吧 就是這樣 隨著你隨著很多的 在這個核心內容的內容裡面 很多人的成就 就是說成就的人還是少 他這種批 萬一形式的東西 就越來越沒辦法騙人了 就是說很多人就不會被他騙了 就是也沒有人打著這些東西來做事了 打不起來 就覺得太 就是那個什麼了 太低了嘛 層次 而且有時候到最後你才會 也會突然看到 佛菩薩無處不在的那種力量 那個又開始從最低開始流了 好像是迷信 一座寺院走進去 你看到一座佛像你虧下來 你真的會看到佛菩薩在那摸你的頭 但是那個是如果你不再 不走完整個的話 你覺得那就叫迷信 但是迷信的人也感覺不到 沒走完的人也感覺不到 但你走完你在那真的是在那 缺悉信息 缺在那 你看不到它是因為你的自我在障礙 無處不在 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 只要你的心能夠安住在那個位置上 就是穿越任何時空 你都可以跟它接觸到觸摸到 你喜歡它摸你頭 沒問題啊 它馬 它肯定守在你頭上 但是如果你也是佛 你需要嗎 最重要是 又把自己放在眾生的位置上的時候 你就好像變成了迷信 對眾生永遠是有迷信的 所以對佛到最後最高的觀點是眾生觀點 所有眾生的手放在你的頭上 都是佛 而你無數不在 無所不能 你啥也不是 你無法定義自己 你既不是佛也不是眾生 所有眾生的手全在你那 給你灌點 讓你忘我 現在就是 所以現在是最高的 現在是所有眾生在成就你啊 灌點 灌點 各種灌 灌得你五味俱全 這咋說呢 你教征的話 什麼都是痛苦 都是煩惱 快樂 不教征 什麼都是 就是看你教征不教征 在乎了沒有 你教征不教征 你給你 什麼都是 你都看你 那些人 是 對 沒有 如果 那些人 是 有沒有